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院方一直很支持就是员工福利的部分 而且在促进健康的部分一直都在走这样路线 那在这个活动呢强调的就是早午餐 所以在主食方面的选择就很多变化 它可能有面食饭食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一般早上吃的就是一些面包之类的东西 那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户外 所以在所有的食材的选择的部分呢 我们可能要考量到就是它的储存性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在膝带的时候它的一个保存性的问题 我们在饮食心理还有运动 那饮食的部分我们期望就是能够提升的员工啊 就是重视自己的健康 然后就是透过假日的时候也可以邀请就是孩子或者家人 一同到户外去踏青 然后透过野餐的一个制作过程当中 然后达到一个心灵的一个互相交流 然后增进就是亲子的亲 福费游颁 桧 小空 桧